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都会先去花市走一圈 去看一看哪一家的店的花材是比较新鲜的 你看灯光下它是不是很亮 然后你拿到灯光外面它是不是变得很暗 这就是可以分辨说这花的新鲜度够不够了 那切吉祥业它就是一个比较吉祥安定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就想到说我们是不是去找一些 比较庄业方面的那些花材 无意间听到上人讲那句话 舍得 舍得 要舍才有得 做人跟插花一样的道理 一定要舍得 一定要修 你才能够插出一束漂亮 而且让人家感觉赏心悦目的花 我常常想说修掉枝芽 修掉不应该有的这些枝枝芽芽 就等于去掉我个人的习气 然后弃除我慢 弃除高傲的心态 以前大过年的时候就为一点点小事情 就甩杯子甩盘子 那小孩子吓得哗哗大叫哭 可是想起来真的是很惭愧 然后我在插花的当下 我也求到了很多的一些道理 在这里面我改变了很多的习气 我一直说妈妈去做自己之后 妈妈变得很快乐 她喜欢妈妈天天去做自己 好 好 好